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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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们什么时候使用语言 随时随地吧 几乎是随时随地 那你语言使用的一个目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在于我们需要更加互动 如果你今天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其他生物 没有其他跟你人类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你可能使用语言的一个方式的需求 还是有 尤其是如果在群聚的情况之下 跟其他人类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使用语言的需求就更重要 那我刚才为什么说 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你还是有使用语言的需求 那我们看过《卢宾逊漂流记》 有吗 有 那我记得电影当中 他因为好孤单 所以他跟一颗球 对不对 跟一颗那个椰子壳 还是那个是 球 对 对 浩劫重生 他就不需要 他找到一颗球 跟他讲话 所以人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都表达自己的情绪的一个欲望 那你可能用语言 或是用其他的方法来表达 所以艺术家 或是其他的一些创作者 他们透过 他们擅长的一些媒介 一些形式来去 表达内在的一个想法 那今天呢 如果我们 硬体社会许可的话 会希望能够播放一部影片 自闭症 那自闭症 他们在语言表达上面 或是语言理解上 通常会有一些问题 简单说就是语言上有障碍 那在片子当中 大家会看到 自闭症的小朋友 虽然他语言的一个 运作是有困难的 但是他内在 一样有想要表达 想法的一个欲望 那他没有办法 透过语言表达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小朋友 有一些自我伤害的行为发生 所以不管人是处于单独存在 或是跟群体生活 一起生活 你都有个表达自己内在需求的一个 内在的一个想法 或是情绪的一个需求 那这样的一个需求 如果可以通过语言形式 好像这是一个媒介 一个表达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不行的话 你必须要找到适当的一个宣泄管道 那语言大多数的时候 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宣泄管道 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管道 那这边呢 我们就来把语言 不要单独只是 好像一个人跟自己在对话 或是在理解这个讯息 我们把它放在社会脉络之下来 去看我们今天的语言使用 会因为不同的社会脉络 而影响它使用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以语言使用来定义的话 我们这边就是属于语用 pragmatic 那我刚才提到 既然你要把语言这样的一个运作 放在一个更复杂的一个 社会情境之下 所以研究起来就相当的一个困难 但是显得特别的有趣 最主要是你会发现 中文当中就会说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明明都是说话 为什么你会因为不同的对象 而改变你说话的方式呢 那这句话当中就反映了 人类语言本身在使用的过程 会因为人事实地物 而调整它使用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语用 pragmatic 所以怎么说 说什么 怎么说 怎么说比较好 跟谁说 这个在你去表达一个 如果你想要达到某个目标 解决某些问题 这些因素你可能都要思考一下 所以 我不知道班上同学有没有推举 或是大家公认某一个同学 他最能够 或是最擅长跟其他长辈沟通 或是跟师长交际 或是 如果要斡旋什么事情的时候 可能派他出去 往往都可以比较容易成功 因为他讲话 可能你会觉得 比较适当 或是比较知道怎么讲 他会比较容易成功 如果班上没有这样的同学的话 至少你们心里 我刚才讲到那样的一个形象 你可以浮现出那个样子来吧 那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说清楚 但是上 但是大致上你可以体会到 当有些时候 有些人的一个形象 或是有些人的一个说话方式 很搬不上台面 有吗 有点困难是不是 或许 你回去再观察一下 所以念心理系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 你学到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看看一些身边的人 不管认识的也好 不认识也好 去观察他们的一些行为 所以你可以去观察他们的预言行为 哪些行为 哪些语言行为 在这个环境当中是适当的 所以你要考虑到的不是只有 你自己想要表达 你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面向 例如人事实地固等等 所以考量这些状况之后呢 你再加上沟通的一些技巧 那沟通技巧我们等一下会 我们希望有时间可以让大家试试看 沟通的一个技巧 那透过这不同的沟通技巧 有些人因为沟通技巧比较好 他可能比较容易达到他的目标 讲到沟通技巧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部电影 但是我忘记名字是什么了 他主要就是一部应该说 最后是喜剧结尾 那那位演员呢 是一个黑人 我忘记那个电影名称是什么 那他主要的工作是帮大家的帮一些男性做那个爱情的顾问 有印象吗 对 对 Will Smith 那部电影叫什么 全民轻盛 对 全民轻盛 好 对 所以这个 这个Will Smith为什么那么的成功 为什么可以帮助那些 好像不太容易交到朋友的人 最主要是他掌握一些沟通的一个技巧 对吧 好 所以在过程当中好像谈恋爱 无往不利 百战百胜 好 所以沟通的一个技巧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尤其我们再去讲到 跟不同的人沟通 尤其是跟异性沟通的时候 公众的技巧往往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那在Programmatics呢 我觉得课本相对 念出这一点 这些东西 我不确定对大家真的有帮助吗 因为我在看这些 应该说学术研究的一个成果 跟实际上大家会用出来的一个方式 可能又有一个差距 或是大家真的需要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好 那他告诉你说你在语用的时候呢 有一些技巧 好 第一个你要establish common ground 你要先建立一个 大家共同的一个平台 所以你要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好 那个平台可能 我们知识上可能必须要共同share一些讯息 好 所以如果你聊的主题是他跟你没有共同share那样的一个知识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自己在那边唱独角戏 聊了半天对方只是觉得只你个人在表演而已 就像在上课一样 好 你们是没有在聊天没有在沟通的 好 所以你必须要有个topic 所以会让你的听众是有办法去跟你对话互动的 好 那这也同时可以去了解你在讲什么 即便你讲一个新的东西 但是最好是建立在他知道的部分讯息上面 OK 好 那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呢 你还必须要把这个主题 好 大概要连贯一段时间 也不能很跳跳那个跳要式的在谈 一下谈之类一下谈那个 那这样子谈没多久 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很难聊下去 好 所以主题本身你也必须要维系一段时间 好 如果你已经要打断的话 你也必须要有一些方式打断 不是突然谈一谈 有朋友来了 你就跟他不讲了 好 就去跟你的朋友讲话 好 所以这些方式呢 都是在我们说pogmatics语用上面的一个习惯和技巧 那心理学家把它整理出来 但是我想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怎么样讲 或是怎么样跟人家互动 比较不会奇怪 还有呢 就是眼睛要 就是有沟通 有交流 那你们试想 你们自己平常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眼睛会有交流吗 很少 好 你想一下 如果你觉得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眼睛常常有交流的请举手 好 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眼睛通常不太习惯看着对方的请举手 OK 好 也有一些部分同学 好 所以眼睛要交流 在应该说在我们中国的一个习惯 中国 这样有点 现在有点敏感 好吧 在台湾的一个习惯 到底要中国还是台湾 好 现在在至少居住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大多数人的习惯 好像有时候都很害羞 看别人的眼睛 尤其是如果是就是阶级上 或者社会阶级上 他是属于长官 那你可能就不太敢看他 但是如果他的阶级 社会阶级上是比你低的 你往往比较容易 或是比较敢去指示他 或是平背的 那不过 即便有这种社会阶级的一个影响 大多数的时候 普遍来说 男生比较不习惯 眼睛跟人家有contact 不过刚才那举手的状况 又不太一样 所以上来心理系 都是一个奇怪的收视者群 普遍来说 男生好像比较不容易 不习惯跟人家眼睛接触 但是眼睛如果没有跟人家接触 可能听众会觉得说 你现在不是在跟我讲话 你可能在跟别人讲话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过 所以适当的眼睛接触是必要的 如果你一直盯着人家看 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压迫感 所以适当的眼睛接触是需要的 好 那另外呢 就是personal space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空间 所以之前如果来参与我的实验的话 大家就知道说 我对这个主题是有兴趣的 我们今天怎么样去用一些方法去了解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说 以proximity mix 人际空间 人际关系 你今天在什么样的一个距离范围内 这样是觉得舒服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程度的一个人我空间 那这样的个人空间是可以调整的不代表是很僵硬固执不变的 你会因为在央集的公车上而愿意压缩自己的一个私人空间或是你的personal space 但是在空旷的环境当中你的私人的空间或是你的个人空间 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那当然我们身体上有一些是完全不能容纳 不能容许被压缩的空间 所以例如说自己的身体表面可能再怎么挤 你也不太能够允许别人跟你靠的直接贴在你的身体表面上 所以这个personal space呢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主题 那过去有一些研究他们就去探讨说这个personal space受到的影响 那曾经在2006年吧 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他就让受试者去用3D模拟的那个方式看电影一样 那物体会呈现在他的近处 或者是稍微远一点 或者是更远一点 不同的一个距离 那除了东西呈现之外呢 也会呈现人 所以3D 就是带3D的这样的一个配备 所以你看到那个东西好像真的站在你的前面 或是那个人好像真的站在你的前面 就要发现呢 如果是东西的话 虽然离你很近 你会觉得不太舒服 有压迫感 但是还好 但如果是人的话 哇 那个紧张的程度就会升高很高 所以我们即便个人空间 那空间距离本身 距离本身会影响你 就是大概多远的是觉得安全的空间 另外一点 那个东西是人 还是东西 那个物体跟你很近的东西 是人还是东西 或是可以 日后可以更仔细区分 是同性还是异性 是长辈 平辈 还是晚辈 这一些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 这个个人空间 受到威胁的感觉 这是在personal space 那另外呢 你今天 这边谈到的是你的partner 你的communicated partner 跟你沟通的人 这个对象是谁 你的行为举止 有可能会不同 这应该不用我说了吧 大家在家里跟爸爸妈妈讲话 跟外面跟同样年纪的人讲话 你可能方法是截然不同吧 那你跟你的同学说话 或者是在外面跟不认识的人说话 即便年龄也是差不多 但是你开始跟他互动的一个方式 应该也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 语言使用 或是我们说语用的一个方式 那同时除了这些 我们可以比较直接分 用语言应该说 语言说得出来 这些符号本身的一个分析之外 另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域 就是你的肢体动作 非语言的讯息 非语音的讯息 那也透露出一些 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或许有些时候 我们会说他是gesture 手势 或是更通俗的说法是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 所以有些 看到那个 我们学校图书馆也有 有些书籍就告诉你说 怎么样从他的讯息当中 身体语言当中 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们去看过这种书吗 那你们都看什么书 这个不会引发你们好奇吗 所以在这些 应该说 类似 大众心理学的书籍当中 这个主题是 很多人很有兴趣的 想要去知道说 当你一个什么动作 到底是喜欢不喜欢 高兴不高兴 还是有敌意还是怎么样 那尤其在一些 谈判桌上 他们常常经过一些训练 那这个训练本身 就是帮他们做一些统计 指的一个整理 如果对方的动作是怎么样 往往他现在是处于比较 敌对的还是比较友善的 这些不同的一个角度 所以例如说 我今天是手这样子 在一些这个大众心理学 重书当中呢 他就会跟你讲说 这个人感觉是比较防卫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子呢 就是在坐 坐在椅子上 这样子呢 不耐烦 难道这会是很有兴趣吗 应该不会吧 但是如果坐在 椅子上坐在椅子上 但是你的身体很往前傾 眼睛盯得大大的 如果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就是瞳孔放的大大的 你觉得这个时候是有兴趣还是无聊 还觉得无聊呢 好 所以 我们的肢体动作有时候可能 也就是不经意啦 至少你不是时时刻刻控制的那么的好 但是它可以反映出你部分的一个情绪 或是你的精神状态是如何 所以这些 面向呢 我们都可以来去 应该说了解人的一个想法 或是人内在的一个状况是如何 透过肢体语言 那不过 更高超的人 他可能 这是表面完全平静无波啊 做的就做了真正的 完全看不出任何的一个变化来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统计数字 肢体动作的统计 也只是比较多的人是这个样子 也许你可以发现 班上某些同学 他平常跟任何人讲话 就是这样子讲话 好 在怎么样有兴趣的情况 他也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 那个个别差异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大